哇,而且它的環境非常非常的好 我也覺得還蠻不錯的 也蠻推薦各位來這邊 然後來這邊上步啊 或是晃一晃,休閒休閒 運動這樣子齁 好,那各位說一下 剛剛克爾有提到說 這邊以前是不是智堂廠 對啊,這邊以前是我們的智堂廠 那它在72年的時候就關上了 因為我們上這裡 剛剛好,離北部還有南部啊 剛好是中間區一段距離比較遠 那他們也有考慮到成本的問題 那之後呢,他們就想說 那就,你在智堂了 但是他們的,就是他們的老闆啊 我們有聽說,因為我是當地人 所以那個時候有聽說一些 一些他們小小的故事 他們的老闆呢,想說他們的底下的勞工啊 就是底下的一些員工 他們這邊關上也差不多 他們要,他們差不多要離退休了 所以啊,他們覺得說 現在關廠,然後他們就沒工作 你很客氣的 所以他們立即想到 那要轉回什麼行業 然後就想說 那就找個休閒事業好了 找個工業 所以他們後來呢 在95年的時候 就開了這個休閒獨假村 所以他們 這邊就成名之後 就變得慈善 墨炎獨假村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到這邊去晃一晃 雖然他們的動物不多 但是他們的數量還是還蠻多的 一種動物數量還蠻多的 尤其是他們的牛最壯觀 最好看 所以各位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到他們的動物園那邊去看看 走走 晃晃,休閒一下 OK 好 那我們到我們最後一站的 史上四季花海 如果各位啊 有興趣的話 可以下去走走 那我們這邊也會停了大概 十分鐘左右的時間 那我們四季花海 就在我們的 就是大概 過年的時候 是最漂亮的 因為夏季的時候 花總會比較熟 所以我覺得夏季的時候 比較 比較還好 我覺得啦 所以比較值得的話 應該過年那段期間 比較好看 那我先跟各位對一下時間 現在十點 包含了